好了,我们现在讲第十二点 保守和而为义,不分裂教会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而为义的 保守圣灵所赐的和义 原文是没有的信的 就是和义是一个事实 保守这种和义 但其实实际上 在现在实际上 这个世界是教会不是太合一的 不同的宗派都不能合一 但我们现在讲 同一个教会里面有分裂 这样怎样会分裂呢 就是有些时候会对某一个人不满意 不喜欢他的做法 刚才我说到有不好的东西发生 有两种反应 两种反应是什么,记得吗 刚才我们说的 有人对我们不好或者是遇到困难 有两种反应 是的,一个是有露气,有负面的反应,被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连续处理,正面的 我们在教会会不会见到与我们不同的人呢 或者是他们的行为有不好的地方 会不会啊 也会 这个是他不好,我就与他分开了 这个不好也分开了 那个不好也分开了 教会会会怎么样啊 就分裂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 留意,所以这个留意是很重要,对我们整个生命很重要 我是整天留意自己留在这个平安喜乐的状态 我留意到有不开心的状态,我马上处理的 这个情况是在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更留意的 我圣灵充满之后,我随时祷告都有喜乐 我任何时间,哈利多亚,就有喜乐 我就想整天都在这个状态 我不想进入任何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情绪 我知道必有破坏性 有什么破坏性呢 破坏我们的内心没有平安 破坏我们的动力 破坏与人的关系 破坏与神的关系 每一方面都破坏 有不开心就破坏了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 祂的生命里面 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 同时存在 你们里面有没有啊 两方面都有 有好的东西有神的感动 神的心情 但也有罪的心情 同时是不是存在啊 那我们了解到 到罪心情发作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马上处理 不要让这个罪心情发作 马上处理 不要让这个罪心情控制我 就马上处理 这样的话 任何人对我不好 我都不会受影响 教会里面更容易 因为很多人没有这种拒绝性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 不喜欢别人 很多人都会不喜欢某些人 但他们不知道 你留意自己看一看 你里面是不是有些手 不知道你自己在不开心啊 烦恼啊 不喜欢某一个人啊 可能你有这种情绪 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这是不拒不绝就发露了 不拒不绝就不喜欢他 见到他 每一次见到他都不喜欢他 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啊 这是很多人都是 不拒不绝的生活 不拒不绝怎么办呢 怎么后果呢 这是被 被环境影响 被人影响 总是被人影响 总是不是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 刚才我说我们有两个我 一个是自然反应的我 是拿我 也许有些时候就是自然的反应 这个自然的反应 很多时候 例如有人骂我们 自然的反应 是什么呢 通常 就会很想发露 是不是 通常是负面的 或者是被影响 好了 我们怎么 我们另外有一个管理 自己的我 我知道我现在不开心 我留意到 我就处理 这种留意非常有用 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我希望你们开始这个习惯 留意到现在有些不开心了 现在有些不喜欢这个人了 我知道这个不好 但很多人 是深从他们的自然反应 他不好 我就不想见到他 他不好 我就不想与他沟通 这个情况在教会有没有发生 有 有很多 你们有没有发生 我们深从这个自然反应 后果之处 所以教会很多人都不喜欢其他人 这样的话 有冲突 就分裂了 在 释放中也常常 也常常有这些分裂的 就是说 我不喜欢这个领袖 我不喜欢这个人 一起的手 一起扶持的手 就不开心了 在家庭中有没有分裂 老公老婆 老公老婆不好 很麻烦 我见到他就不开心了 是的 我们不知不觉就是被这个自然反应控制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然反应 但重点是我们会不会处理 还是让这个自动自然反应控制我们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你是被自然反应控制 还是你管你自己 我想问你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是哪一样 是哪一样控制你比较多 自然反应还是你管你自己 哪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跟从自然反应的 所以我们了解之后 我们就说 神啊帮助我 常常刻意 这个管理是刻意的 刻意处理的 处理必定是刻意的 有路气 必定要说 我不要有路气 我要依靠神 我要看祂的好处 我不要被祂影响 祂不会害我的 我能够祝福祂 怜悯祂 这个就是刻意的 必定刻意的 我去尽量整天 有机会 我就会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我就是在经历圣灵的时候 我就开始这样做 后来我留意到 其实我有一次的经历 帮助我以后处理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我当时就跟一个人在电话沟通 分享 我的经历 但这个人很不喜欢 圣灵充满 他就发露 他发露之后 他就挂断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我祷告就没有喜乐 圣灵就提醒我 现在要处理 但我没有做错 怎样处理 我就说 如果我令你不开心 请你 要输我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 但他还是发露 还是挂断电话 然后我就说 我已经处理了 他不愿意接受 是他的问题 我放手 我就祷告 就继续喜乐 圣灵就提醒我 以后有什么人 令你不开心 有什么事情 你就马上处理 我就 有这种习惯 刻意处理我的内心 很多时候 很多原因 有些时候不是别人 就是自己做事很多 很多事情要做 很繁忙 我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 很累 很忙 很重 然后不停做的时候 辛苦 很辛苦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很多工作就要做 不开心 很多人有这个反应之后 没有拒绝到自己有这个情况 继续在被这种 负面的情绪影响 就继续照顾孩子 都是很多怒气 我要打你 做什么事情 都是在这个紧张的状态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被自己的自然反应控制 所以我们就希望你们 开始学习这一点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我说我 好 感谢主 但你刚才你说十二点 十二点的时候 你刚才就 没有留意到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以后留意 起码过后你知道 有些人过后也不知道 我没有骂你 我为什么想骂你 有些人 有没有人对你说 我没有骂你 他的声音很大 我不去骂你 我就是声音很大 所以我们就说 神要帮助我们 你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人你不喜欢 那怎样处理 是跟从自然反应 还是怎样管理呢 我们要分清楚 控制跟处理是不同的 控制是怎么样呢 我不喜欢它 我发录 但我不能发出来 我就是控制 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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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骂 不能骂 是的 其实有没有处理好呢 没有 其实就好像火山 火山 火山要爆发 在里面 很想爆发 但我们 不能爆发 但等到某一个时候 不能忍了 就爆发 你就留意自己的自然反应 我们就管理 怎样管理呢 就是说 这个人不好 这个教友不好 其实 有很多原因的 他软弱 他不知道怎样长进 他与神的关系不好 他被一家人影响 很多原因 他需要帮助 需要怜悯 我就求神给我智慧 去怜悯 他与他沟通 有些时候 你走过去 我开心见到你 我很想为你祷告 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 就是这样关心 有些人会觉得很舒服的 但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你这样做 有些人他们会抗拒其他 与他沟通 但我们不需要负责他们 但有些人是喜欢别人走过去跟他沟通 我想问你 如果有人走过来问你 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 为什么可以对你有帮助 你会不会喜欢 会啊 是的 有多少人会喜欢的 请你举手 有多少人会喜欢 有人会关心你 刚才我看到你有烦恼 不开心 我也想为你祷告好不好 你有多少人喜欢人 这样关心你 请你举手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都喜欢的 是不是 但有少数人不喜欢 有些人是这样 他希望有人有距离的 他不希望这样自己的东西告诉你 不要紧 他想这样就允许他这样 但我们不要不喜欢他 这是他的问题 然后有人愿意 我们就去做 这样的话 慢慢改变他 他可能有一天变得正面了 就变为从软弱的基督 变为更刚强的基督徒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正面的方法 这是神的方法 魔鬼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不好 我就不喜欢他 我就抗拒他 后果是什么 教会分裂 是不是 教会分裂 就是从很多小的关系的问题 慢慢建立起来 慢慢越来越强烈的 就是 其实不要以为就是 坏人才会分裂教会 是不是只有坏人会破坏教会 不是 这是普通的基督徒 有不喜欢别人 都会分裂教会 在一起 侍奉的时候 就不喜欢跟他沟通 总是临临 与另外一个沟通 他我不愿意走过他那里 他就看到了 是不是 他就看到 他看到就不喜欢 他就觉得你不喜欢他 这样就分裂了 然后他就 与其他人说 他不跟我说话 他只是与其他人说话 就会说一些话 另外就 另一个人也说 是啊 他是这样 我也不喜欢他 是不是两方面都加强这种 抗拒的情况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发生啊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祷告 祷告是第一 第一 从神得利 还有呢 天感 什么 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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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说的 通常劝解 如果人愿意的时候 才接受的 人更容易接受什么呢 欢喜 劝解 劝解是什么呢 你对他的态度不好 如果用游和的方法 我看到你跟他的态度不好 你想不想对他更好啊 你觉得人会接受这句话吗 这句话吗 不容易是不是 他必定是很谦卑才会接受 劝勉是不容易 但我们需要做的 有些时候需要做 但这个我们知道 必定有很多准备的工作 他才会接受 人会接受什么呢 欢欣 欣赏 然后慢慢改变 所以你要劝 你要劝你的儿子 读书 你劝你的老公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或者是你的老公劝你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听到的时候 是觉得很悦耳 很好听啊 还是不喜欢听啊 如果你的老公对你说 我希望你这样改变 改变 好不好啊 你听到之后 你觉得很好啊 还是你的里面觉得不喜欢 那我这样说的 人通常都不喜欢听提议的话的 所以这个需要有智慧 有关心 建立关系 然后在适合的时候才能够说的 这个需要聚会 就是让这个人觉得接受 我们接受他 欣赏他 然后我们找一个适合的聚会跟他沟通 沟通之前也可以这样说的 我想说的话是 我想对你生命有祝福 我希望你接受好不好 这样说的话 他预备好 比较好 但如果我们开始就说 我刚才看到你对某人的态度不太好啊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样说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 你们觉得是吗 所以确认解不容易 不容易的 反而是欣赏啊 帮助啊 帮助是什么意思啊 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他 善待他 就可能有会改变 所以我们明白就是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有不同的原因令教会分裂 另外有些原因令教会合一 你觉得哪一种力量更大 令教会分裂的力量 还是令教会合一的力量更大 哪一样更大 这是你觉得很多人 在里面是不是有些 都是说 我要祝福他 我要与他合一 我要帮助他 我要帮助教会 我要建立教会 去讲心态 还是 他不好 这个传道不好 这个领袖不好 哪一样比较多 容易发生 对啊 所以说不好 都要说不好 是的 所以这个合一的力量 必定是刻意建立 你想教会合一 必定是每个人合作 我欣赏你所做的 我欣赏你所做的 我们一起去做好不好 我也欣赏你 欣赏你 欣赏你 在厨房做的 感谢主 这些都是建立合一 是不是 你们是宝贵的 这是建立合一 我就是想你了解 这个其实我去教导的方法 是这样的 就是 首先我去看这个经文 然后我就看到 徐记的情况 是不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 怎样有动力 怎样去改变 动力去从神来的 神也喜悦的 神也是合一的神 神是不是合一的神 神无论你是什么宗派 就是甚至有些 有问题的教会 例如天主教 他们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们 其实天主教 现在有些天主教 是接受任何宗教 都可以去天堂的 他们有些以为是这样的 他们有不同的问题 但在天主教里面 有些人真心对神悔改 神还是接纳 或者是有些异端 是异端 他们整体的家导 是错误的 但有些人 他们心里面就说 耶稣啊 我真的有罪 求你赦免我 耶稣也会接纳他 耶稣就是这么 广阔的心 任何人 任何众派 或者是 这个人 他是一个传道人 他有好处 也有不好的地方 耶稣还是接纳 虽然他不好的地方 不会是金银宝学 但耶稣还是接纳 很想祝福他 这个就是神合一的心 他很想中教会都合一 你想不想你的教会合一啊 阿们 你觉得是自然来的 竟然会合一的 还是需要什么呢 下功夫的 需要关心人啊 欣赏人啊 看到教会有些分裂 有些人争吵 我们就尽量 首先为他们祷告 也求神给我智慧 怎样去帮助他们 和好 这个不容易的 需要有智慧的 因为 为什么呢 两个人对抗 我们说话的时候 你就不好啊 你也不好啊 两个都正你了 两个都不喜欢你 所以我们必须要 我知道你对教会有心的 你也对教会有心的 你们的看法 可能有不同的地方 其实你们都是对教会有心的 我们可以怎样 有更好的关系呢 这个是如果 我作为辅导员的方法 就是欣赏两方面 让他们更合一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你可以做什么 令教会更合一呢 你自己可以做什么 多跟打架 多跟母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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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与他们一起打架 就是关心他 好的 你说什么 我说要关心 要守时要关心的人 关心人 对 那些要防治的人 关心 关心 在教会有需要药 是的 其实除了有需要的人 其他人也关心 有些很刚强的 还是我们也关心 你做很多工作啊 你刚才在厨房做很多工作啊 有没有辛苦啊 有没有辛苦啊 大家喝 不行 都是这样 就是关心欣赏 这样的话 就更保持 神所赐的合一 是不是 那我也想说一说 我分享经文的方法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我会举出 人在这方面的问题 也说出这个正面的方法 但很多时候 人未必是跟从正面的方法 可能是不好的方法 也同时说到神的美善 神的属性 神是合一的 无论人怎么样 他都去接受 然后我们怎样合一 这样的话就实际帮助人 为什么有些人不合一呢 为什么呢 他们做什么影响 教会合一呢 然后有合一的行为 对教会有什么帮助呢 然后神是怎样合一 这个神的属性 让我们看到 神真的很接纳人 很多很多人不好的 神都接纳 这个行淫被抓的女人 他是不是已经是好人了 行淫是被抓的女人 人捉拿她 带到耶稣那里 这个人是不是 已经是好人了 不是 但耶稣有没有不接受她 没有 耶稣可以说 你还有很多罪 你留意 你还有很多罪 你知道吗 他可以这样说的 是不是 他都是用这个方法 我也不定你的罪 但他 然后说 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就是 他对他的鼓励 对他的鼓励 但同时 他是 接受他的 这个 是不是对教会合一 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就学习 怎样去做 所以你们有机会 教导孩子 在教会里面有教导 或者是帮助人信耶稣 都讲到神的美善 然后讲到人有的问题 当然 然后我们怎样可以改善 传福音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说的 就是帮人灵命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做的 好的 第十三 面对和处理问题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趁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手机 出到后来 若不听就带另外一两个人 若不听就带告诉教会 这个是什么方法呢 直接处理 不许逃避 也不许讲闲话 很多是这样的 见到有人问题 很少会跟他讲的 大部分跟谁讲呢 跟他的朋友讲 然后朋友要跟他的朋友讲 然后就这样的 这个闲话就传开 但直接跟他说 很多人不愿意 为什么呢 他不会听的 他会对我发露的 所以这个真的需要很多爱 让他接受我们 所以建立爱 其实有些时候欣赏他 可能会有机会去 指出他的错 指出他的错也有机会 怎样指出了 我们想一想 刚才我听到你说那一句话 你觉得这样说好吗 用提问的方法 你觉得刚才 你对这个人说的话 你觉得好吗 而不是说 你刚才说的话令他很受伤 这个就他就很难接受 但如果我们说 如果我们也需要明白一点 我们不能处理 每个人生命每一样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问题太多了 如果你要处理 有千万样问题 需不需我们每个人都去处理 你有什么问题 你刚当天的态度不好 你对人不好 你不够爱心 你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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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 每次见到他 今天我想劝告你 你有些时候你的态度不好 你要处理 每一天都见到他 他见到你会怎么样了 很怕 所以我们不需要 在所有这个人的问题上处理 这个需要神去处理 我们去处理一些 比较严重会伤害人的话 的事情 例如有人在教堂里面 追异性 追求异性 或者是有些人讲一些 闲话会破坏教会的 有些人偷钱 这些严重的情况 我们就需要处理 就看对教会的破坏性 我们就需要处理 但不要说闲话 之前在我们附近的一些教会里 有一个阿姨 对吧 好的 有人在教会里面 做这种 退休 退休 借钱 这些情况 我们应该在教会 是不是这个情况 在十几个教会里都这样做 在几个教会都有这样做 好的 这个情况就需要 教会 整个教会处理 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些原则 就是人不可以在这里退休 他们做的生意 不可以在教会里面退休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人来到教堂就说 这个人又退休 我要我买什么 那个人又要我买什么 他们就说 来教堂就会听到很多这些东西 他就不会想去教堂 所以这个是应该 牧师常常传道 宣告 在教会宣告 不可以在教会里面退休 卖不同的东西 这个是第一 或者是之前 之前的情况 这个是普通的教导 然后这个宣告了 然后这个人还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有 游和的心 不许定他的罪的心 而是与他沟通 我了解这个情况 你觉得怎么样呢 用游和的方法处理 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 这个情况会不会对教会有影响 这个方法 但如果他不听的话 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就说了 就找一两个人 去跟他沟通 但一两个人不要去严厉的 不是严厉的 骂他 通常骂人后果不会是好的 然后最后他不听的时候 就要告诉教会 教会处理的时候 也是应该用一种游和的方法 也让他如果你悔改的话 教会会接纳你的 但如果在这个情况 你是不可以领受圣战的 就是不可以领受圣战 也许在教会里面 教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 如果是严重的情况的话 就必定要处理 他不停地借钱 借钱的话 这个需要处理 这个基本上是说什么呢 有问题需要处理 不能逃避 但处理的时候 尽量更多欣赏 建议 怎样 用正面的方法 让他觉得必接受 好了 然后第十四最后 关于侍奉正确的解经 就是说 按着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就是说 我们学习 讲圣经 将圣经的内容 解释出来 例如 我曾经说 这个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讲到这个五千 二千一千的 银子的比喻 讲到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恩赐 就解释这个经文 这个 然后 绵人善养 善养是有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去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不是说 讲到 坐在外面的人身上 我们坐在外面的人身上好不好 是好的 没有问题 但我们也应该传福音 如果但是帮助人 没有传福音的话 就是普通的善事 在神里面 天国里面不是善事 是普通的善事 这个就是解释经文 经文说的 我们就解释 例如我们刚才讲到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我不但去解释这个意思 这是在神的眼中 教会是合一的 也解释到 我们 有什么原因 可以破坏这个合一 怎样可以建立合一 好了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讨神喜悦和不喜悦的事奉 我们 很重要是 我们自己做神喜悦的事奉 我们是不是去判断 传道员是不是去做神喜悦的事奉呢 这个教导 你听了之后 是不是你就去 看看这个传道员 他有什么问题 他没有做这个 没有连续 他论断人 他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 这个教导 是要你去 看看 不是传道 是不是神喜悦的 是不是这个 是我们的动作 是不是 我现在教导你的 你就去看看 这个事奉人 你去带领 什么事奉的 你有没有连续的信呢 没有 你有没有 你没有论断人 有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用这些去判断 教会里面 事奉的人 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 圣经说 不许 是判断 是的 但是 但是 我们需要知道 如果这个人是 的确有明显的问题的话 的确需要处理 两方面都需要平衡 我们不是说 这个传道不好 这个那个不好 每一个都不好 怎么办呢 这个领袖不好 这个那个领袖不好 这样的话 你找 问题必定找到的 我们是不是就去找 这个名单 看看你有什么 没有做到 每一个都必定有 他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是 我们需要判断 这个问题 需不需要处理 如果不是处理 我们就去祷告 求神给我智慧 怎样去 祝福他 接受他 但这个情况 如果影响人的话 我们需要跟他沟通的 如果在某一个情况 你觉得很难沟通 你可以跟传道人领袖 讨论 我看到这个问题 可以影响教会 我们怎样与他沟通呢 这个是可以的 应该的 持续教友 有这个责任 什么意思呢 如果教会的 侍奉人员有问题 是不是不看 就解决问题呢 不是 我们需要处理 但有大问题 有小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有 他的性情 性格上的问题 我们不能处理所有 但有些问题 是影响别人的 我们就可以 与他沟通 但沟通的时候 必定是用一种 和平的方法 也是说 我是有爱心 我关心 我欣赏你所做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我想说一些话 希望你能够听我的话 这样就用游和的方法 如果你觉得很难处理 可以传道 你也可以找我 然后我去帮助你们处理 你明白刚才我所说的吗 我们不需要判断人 但我们需要 我们主要是建立人 欣赏人 但有些人的确有问题的 问题严重的话 我们需要处理的 需要有聚会 好的 有没有什么提问呢 关于刚才我们所说过的 这些要点 有没有什么提问 这个这句话 服侍神不是服侍人 什么意思呢 首先一点 我们服侍神 其实也会服侍人 因为服侍神的时候 也会帮助人的灵命 传福音 也是帮助人 重点是这个目的 目标 目标 我是为了神的缘故 所以我祝福人 我不是为了人的称赞 接受 所以我去服侍 所以不是服侍人的意思 不是说我不去关心人 我们每个都应该关心人 所以这个服侍的意思是 我的最重是 我去服侍神 还是要满足人呢 我是为了人的缘故 服侍还是为了神的缘故 的缘故 的目的 目的 我是为了神 所以我坐在神和人身上 但过程必定有服侍人 但服侍人的时候 我不是为了人 而是为了神的缘故 所以我服侍人 目的 目的是为了神 不是为了人 但我也是想祝福祂 我的确为了祝福祂 我祝福祂不需要 应该这样说 不是为了祂的称赞 我是想讨神的喜悦 为了祝福祂的 荣耀神 得神 神喜悦的 好的 关于这个爱主 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什么是爱主了 圣经都有说了 首先是信靠神 神是可信的 祂应许的必定成就 所以我信靠神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就是对神放心 那个信靠 然后信静 也去爱神 我会常常住在耶稣里面 耶稣在我里面 我就去爱主了 因为神就会改变我 然后喜悦神 神这么美好 我赎上祂的恩典 我就喜悦祂 我就感谢祂 欣赏祂 喜欢祂 然后我就会尊重祂 也是爱主 我尊重神吩咐的一切 我也侍奉神 去祝福人 这个就是爱主的各方面 所以有这种心态 然后我们才去 有一种心态 然后我们侍奉的时候 就有目的了 就是我想在我的侍奉 彰显神的荣耀 常常让人看到神的荣耀 常常从我的口中 听到神的美善 你会常常听到我这样说的 常常都说神这么美好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 天父欣赏我们 天父给力量给我们 给恩赐给我们 供应我们需要 真好 这个就是宣告 宣扬那叫我们出黑暗 如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常常宣扬 神的美德 祂的美善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我爱神 讲到这个牧养的情况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些不好的牧者 这个的确有的 有些牧者犯严重的罪啊 偷钱啊 或者是教导人进入异端啊 这个都有 或者是他们没有生命 或者是没有牧养教友 这个的确都有的 我们听到这个情况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祝神灵敏 我们也欣赏 传异道的 神的道的传道人 但的确这个世界上 是有 有不同的传道 但没有尊重人 所以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一 至二十三节 耶稣警告 有人奉 耶稣的名传道 但耶稣说不认识他 这个世界的确有这种人 我们知道我们就小心了 如果我们侍奉的话 我们也问自己 我侍奉需要人 欣赏我 喜欢我 接纳我 提升我 还是我 就是想追求神的 认识 看到我的工作 还是我要人 去称赞我 所以我们自己 需要去处理的 有些时候有好的教会 但里面有不好的主掌 请不吝点赞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